从结构功能论来看 理论中这句话 无疑是打脸蔡英文的台美关系良好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如果是涉及到所谓的武器采购 应该是军事部门 如果是涉及到国际空间的争取 那当然是外事的强文部门 可是有一个退府会 就是退休的军人辅导委员会 要派人到美国去驻扎 那基本上呢 他的结构功能论看不出任何的作用 何况民进党上台之后 对军工教人员的退出金 并没有多所琢磨 所以他的政治猫腻 有可能是暗插私人 有可能是攻击私用 这样的猜测 你很难不令地去联想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 有可能所谓的退府会当中 有若干人士 比现在在美国的代表 也就是所谓的萧美琴呢 更加影响力 可以跟拜登产生更好的连结 但问题上不可能 在台湾的政坛众所皆知 萧美琴与蔡英文之间的交情 非同小可 所以如果说是第二种可能 有人比萧美琴更有足够的管道 能够跟拜登接上线的话 那这个可能性呢 恐怕是夸大其词的 所以在这种 随了政治猫腻的可能性 越来越增加情况之下 台湾的民众恐怕 要看见自己的荷包的可能性 越来越低的 民减民高 台湾的民众恐怕 也只能等待 在2022或者2024 用手中那一票 来做最后算总账的一种 政治抗议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